尽管瓜子二手车号称有259项的检测 然而消费者依然买到了泡水车与事故车 更糟糕的是在购买到问题车之后 消费者的后期维权步履维建 河北的韩先生在去年的10月 从瓜子二手车平台上 花22万购买了一辆二手车 刚拿到车 韩先生在网上查询车辆详细状况时 却发现这根本不是自己想要的款型 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 韩先生购买的这辆二手车 2016款与2017款相比 价格差了2万到3万元左右 销售员始终不承认那个款型 他们说我们鉴定没有问题 特别生气这个 在与销售人员协商无果的情况下 韩先生将自己的遭遇 投诉到了北京市市场监管局 同时希望能够与瓜子二手车的 售后服务人员进行面对面协商 售后在哪地址 向往本贱总部 因为我们在这里有要求 不能提供这个相机地址 希望您这块之前查询了 韩先生按照网上的信息 找到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 瓜子二手车总部 但是当韩先生表示 自己购买的车辆有问题 想找售后部门时 销售人员却是语焉不详 截至记者发稿为止 韩先生依然没有见到 瓜子二手车的售后服务人员 对车辆问题进行协商解决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